好 今天新鮮問政行要來討論2024 為什麼郭台銘一直有角色 現在國民黨反倒最擔心的就是他 因為至今在這個國民黨從5月17號 徵召了這個侯友一見了好多的人 就算被批評為牛鬼蛇神 但至今這個人不僅是聯絡不到 而且見不到兩人更沒有牽手 大家來看看現在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昨天他出席的公開活動 再度打出了這個兩岸和平宣言 而且大家問他當年跟這個 柯文哲的這個海事三盟 他終於已經公開了 他說他跟柯文哲說 未來選上我只當四年 那目前看起來就算國民黨 你不徵召他 或者他沒有辦法代表國民黨參選 這個郭台銘要選總統 看起來威脅最大的就是侯友一 但是侯友一現在最大的問題 要來擔心為什麼現在呢 新北市好多的這個案子 他沒有辦法處理 除了過去的恩恩案案沒有解釋 被認為對小朋友冷血的就是現在 整個未案風波在延燒 但是他選擇在週末期間 嚇到了中南部 反倒你沒有得分你自己的大本營 在新北市好多的家長對你不滿 但是昨天他釋除 要把這個球丟給對方 他直接說呢 大家說你這個未要案 還在延燒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到南下來拚選舉 他竟然把這個球丟給賴清德 說我希望賴清德你應該要講清楚 交代檢方要來辦案 現在馬上被民進黨的立委 大嗆你是草包 搞不清楚狀況呢 為什麼被封為吃案的探長 如果你想謝澤丟包給中央 也沒有問題 現在打到自己 因為這是連最基本的司法常識都沒有 馬英九當年不是說要幫你上課嗎 你記不記得馬英九 當時是政治明星的時候 馬王政政為什麼大失血 就是質疑你把這個手伸進的檢調系統 明顯有瑕疵 你現在竟然敢叫賴清德 去指揮這個司法檢調 這當然是不合理 那現在大家也質疑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謝澤呢 市府你當然只能夠配合檢警犯案 但作為市長你了不了解 新北市的大家長 新北市府是有行政調查權 你自己都不知道使用 難怪會被民進黨來批評 現在看起來自己沒有得分之外 來看看他為什麼現在沒有辦法 在新北市處理的主要是週末 他認為他中南部的這個民調 真的調得太嚴重了 因此南下包括的雲林 高雄跟台南來拉起民調 但沒想到出糟到了台南 過去這個沒辦法 讓台南民眾失火之外 很多人非常的不滿 昨天惹到的反而是自家人 昨天再度跟他被認為 在南投還有一點票房的 這一位謝龍介 沒想到他竟然叫人家 這一位落選的 現在連國民黨自家人 都沒有辦法接受 昨天連小雞都敢嗆 這個侯友宜昨天什麼事呢 主要是侯友宜的侄子 他人家聽不掉 沒有辦法接受 你叫我的這個叔叔呢 謝龍就叫做去年落選的這一位 現在呢 等下說我們來看看吧 那明年沒選上的到底是誰 就包括了像是這些小雞 根本不把侯友宜當成的最強母雞 他認為你明年根本選不上 好 大家很擔心 你會不會變成票房毒藥 接下來就來看看了 現在侯友宜淪為老三 這個民調一蹶不振 最開心的到底是誰 難道是郭跟柯嗎 兩個人真的是聯合次要敵人 來打擊主要敵人 主要是呢 這個侯友宜到了政大呢 要來搶這個年輕票 被刨縫嘛 根本是傷到自己 你所有的侯氏回答 好好做事情 大學生這些年輕人 不是聽不下去而已喔 很多人是氣到直接在台下怒嗆 因為包括他們問了什麼 兩岸以及國防呢 侯友宜都沒有直接的回答 現在被大家擔心呢 會不會讓所有的這個民調啊 其實侯友宜失分的地方 並沒有留到賴清德那裡去喔 反倒現在柯文哲老二的這個形態呢 做的是越來越強 大家很關注 藍綠都爛的話 難道是你最棒嗎 現在侯友宜真的是撿到槍了 因此大家說 藍綠都不能夠大意 柯下手現在得分了 就在這個兩岸議題 也就是包括啊 大家說呢 這個在兩岸的部分當中 大家原本會認為相對親中的 可能會選擇藍營 那相對反中的會選擇綠 但是大家說 不是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來看看昨天出席的這個青年團活動 被拿來跟這個國民黨的參選人 侯友宜比一比 他就直接在大栓了 他說建議侯友宜真的要用 GPG AI來比一比 因為你講話都重複 甚至他說在兩岸的部分 他直言未來呢 兩岸如果真的有這個武力的話 不是只是飛彈或者是登陸 他認為要從網軍來做 柯文哲在這個地方 似乎有點得分